天主教会快问快答系列 天主篇之二 天主有几个 天主只有一个 但是天主包含了三个不同的位格 三个位格的天主是怎么称呼的 称为圣父、圣子、圣神 这并不是说有三个神 而是三位一体 天主是一而三、三而一的 纯粹的精神体 为什么天主是三位一体 而不是个别独自存在 三位格的圣子耶稣 是从自有拥有者天主衍生而来的 除免是罪者 因此称耶稣为天主的独生子 圣神则是由圣父、圣子 共同浅发而来的赋予生命者 因着这密不可分 却又无法言喻与清楚解释的关系 神看似个别存在 实则本为一体 同尊共荣 一个天主 为什么要有三个位格 因为天主爱人类 天主就是爱 从亚当、恶娃受到魔鬼 诱惑犯罪以来 为了使人类与天主重新和好 天主进行了一连串 极其慈悲 而又复杂的熟识工程 为了配合这工程的进程需要 所以神有这三个位格的完美契合 未成权益 天主三个位格的大小 先后与地位的分别 神只有一个 只有位格的不同 所以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神 人并没有大小、先后以及地位的分别 但是以位名来说 则是有区别的 三位一体的天主 实在很难理解 受造物永远无法了解造物主的奥秘 天主原本就是最大的奥秘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奥秘吗? 请问有谁能完全了解神呢? 作为受造物的人类 如果要以我们极其有限的大脑 去理解那无始无终 并且有无限大能的造物主 上主天主 请问这有可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